刷刷刷 鳳梨農友李万芝 削起甜蜜蜜鳳梨 动作俐落 它在鹿野友善种植已经有42个年头 它的鳳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农药零检出 刚吃进去有一点酸酸 可是后面都甜的 可是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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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就是你至少要从检药 提早停药 到最后我们要采收的时候 它就是农药零检出 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 李万芝试验了许多品种 包括甜蜜蜜鳳梨 红宝石 还有这种深绿色的西瓜鳳梨 多年的经验累积 让它对鳳梨的特性 以及栽种的方式 都有独到的认识 主要台东的产季 在夏天暑假这段期间采收的话 容易遇到台风 那它戴着帽子如果没有风来 它可以保护它 可是风来一吹一翘 它一直回来要怎么撞 纸袋的话套得老老的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陆野坐落在中央山脉和都篮山之间 因为地势关系缺水 刚好适合凤梨的生长 李万芝表示 最美味的方法就是凤梨在田里 成熟在采收 而他也很乐意把多年的经验 传授给年轻人 不藏私豪爽的个性 让他乐在凤梨田里 继续尝试新品种 以及思考对土地更友善的种植方式 新唐人野太电视 廖立芬台湾台东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